上星期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王卓奇發表的民調 在社會裏面引起了一陣子的討論 很多專欄文章,以及有些人回應 政府的回應就很差了 尤其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的回應最討厭 要急急寫一篇文,然後所有報紙一定要登 來回應這個報告 王卓奇寫一篇文章再回應 當然,劉教授的回應,我說黑人爭的意思就是完全缺乏一種自省的能力 劉教授彷彿忘記了他是政府體制的人 資金幾十萬人工一個月,在中央政策組全職的顧問,首席顧問 是為特區政府出謀獻冊,是一個智囊的組織 以及施政報告由他們去策劃 所以施政失誤,或者社會出現這樣的矛盾,劉教授是有責任的,作為政府體制的部分 但是他這篇回應的文章完全缺乏那種自省的能力 你明白嗎?一樣是抹黑別人還自己清白,賭果為因 甚至批評所謂激進力量抬頭,令社會不和諧 大哥啊,社會不公義的事這麼多,官商勾結,特權還行,公義不張,貧富懸殊 喂,我們的反對派可以造成這樣的現象嗎?這麼奇怪的? 所謂反對派,或者衝擊建制的人,可以令社會公義不張,貧富懸殊 123萬貧窮人口,反對派有權製造嗎? 就是這樣,掌握政府機器,掌握龐大的資源,行政主導,不受約制,權力過大 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等於獨權總統,完全不受約制 還有一些議員既是行會成員,又是立法會議員,劉光華之流 你是政府的一部份,你又去那裏投一次票,你投一次票,行委會 根本行政會議成員不應該在立法會投票,嚴格來說 你在行會投一次票,已經代表政府 這些混亂的體制,行政主導,權力掌握在你手裏面 毫無自省的能力,還要怪其他人,有沒有搞錯啊? 這些人,還可以由董建華時代做到現在,香港的人死了,沒有人的 劉兆佳都要繼續坐這個位,完全不知羞恥為何物,堂堂一個大學教授 還要中大保留他的教席,你知不知,在這裏沒搞到中大教書 這是特權的問題,這些是整個體系內的問題 全部都是人際網絡關係和特權的控制一切 任何事,總之那些人有權勢的,利益永遠歸他們 你看他怎樣評論五區公投 香港人不喜歡和中央對著幹 所以五區公投運動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得不到港人的支持 那這些是官方的調子 大哥,你不是一個正式三先十二國的局長 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 你是學者來的,大哥 你是政府的顧問來的 馬惡、蔡子強那些都是學者,未一樣是這樣 所以你用學者的身份去評劉少佳 其實就沒什麼意思了 現在香港的學者已經很多賭果為恩 完全缺乏好像孔教授那些批判的思想 混淆是非,指鹿為麻 真是嘩,然後高身厚,面皮赤幾厚 講話咬咬咬咬咬 喂,可以在這裡思維掃餐這麼多年 回歸做到現在 所以現在你最大的問題 整個體系裡面,有些被視為有才華的人 或者有能力的人,或者有獨立思想的人 其實他們慢慢在一個系統裡面 已經是記得利益集團裡面一個主要得益人 你任何體制的改革,任何制度的改變 所以沒有問責的 你想想2003年 他提供給魯董的參考 就是七一大遊行有幾萬人 結果是五十萬人 這樣也不用下台的 應該要炒油啦 這樣也不用被人炒油魚的 然後繼續做這個曾蔭權的智囊 我後來才明白為何曾蔭權連這些人用 因為比他蠢就對了 曾蔭權未必用過智囊團 但你有個體制在這裡 大舊,中央政策組的體制在這裡 對不對 這麼多全職顧問 非全職顧問 有一段時間 有些政府裡面的人跟我提及 就是中央政策組做很多研究 但可能真正有用的東西 就是有些熟的人跟我講 真正有用的東西都不知道有沒有百分之十 就是政府高層 我想就是說這個特首 就是用中央政策組裡面有關的意見 或者文件 就是方面 究竟有沒有用到百分之十 所以當然中央政策組能夠發揮功效 這是一些人事之間的問題 但你作為教授和中央政策組最高層的顧問 就是這樣去批評 就是回應這個和諧社會這個民調 肯定是一個絕對失職 和缺乏一個分析能力的 不是不是 最重要的是 作為一個政府的部分 你缺乏一個自省的能力 缺乏一個反省的能力 就是他帶不到政府 就回問題要怎麼回應 你要戒慎恐懼 面對一個這樣的調查的結果 你要覺得 大哥余林心淵 余李薄冰 你總理已經提了兩次了 哇 要中央官員提理香港那班官 這些問題存在 你要處理 深層次矛盾問題 你要處理 有四分一的人 大哥 是贊成 認同 這個所謂用激進的手段 大哥 好多人害怕 其實 如果你看回過去的情況 比如香港市民 有很多部分的市民 經常受到這個政府政策下 而受到這個負面的影響 或者生活的苦困 領會是一部份 是吧 你減少輕建公屋 取消居屋 有一部份 你很多的政策 被那些財團壟斷 而導致到 他的經濟或者生意困難 有一部份 你那些的商場加租 導致到小商戶的經營困難 或者面對苦困 有一部份 你香港很多的市民 不同的社群 不同的背景 很多時候 因為政府政策的失誤 而受影響 所以 我們看回民調說 這個 和諧方面 逐步感到減少 還有 覺得要抗爭 要有些激烈的手段 其實我們在地區上 經常都聽到市民這樣說 不斷感覺到市民的不滿情緒 已經是日漸高漲了 你很多親建制的政黨 包括民建聯 他有很多地區網絡 他經常都有機會接觸到基層的市民 其實他都聽到很多這些事情 包括工聯會那些 但是他只是 行禮如 小馬大幫忙 你明白嗎 他去到一些關鍵的時刻 他又是站穩 站在政府裡面 你看王國興 打擊五居公投多著力 是吧 那有什麼用 是吧 你真是 又是我說我的 披乎陷大樹 可笑不自量 是吧 對不對